论语盛训 哪吒太子慈悲足语 修到好不好 好在可以上天堂 既然知道好 知道回家的一条路 就要好好行功了愿 人生短暂 要把握光阴 生生死死的轮回 是人生的常态 肉体的死亡 是一个形体的消亡 但人的精神不会死 人生的意义 就是要服务众生 服务众生的当下 要有爱心 耐心 人因为不明理 所以有贪心 就要教化 教化当中 就要有爱心与耐心 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 就很容易发脾气 人家看我们修养不好 那谁还敢跟你修道 众生的眼睛 众生的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 看自己不清楚 所以要反省 人都有缺点 但我不看他的缺点 看他的优点 用人要适才适用 有能力的人不是万能 也有缺点 但我们要看的是他的优点 看到别人不好就不修道 那不是聪明人 修道是自己的事 不要看别人 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 你有心想要修想要办 那就有力量 信心是自己给自己 别人是给我们鼓励而已 一个道场要开创得更好 更长远 根基要稳固 要一步一步的打基础 像盖房子一样 盖高楼要把地基打稳 房子才不会倒塌 修道也一样 如果好高物远 不照规矩来 那也会跌得很惨 所以修道一步一脚印 修办中都充满希望 对人间也充满希望 每个人都能够如此团结 力量就很大 修道修身养性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用圣人的话来克己 来修养自己 心性才能提升 与突破 把圣人的话记在心里 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是给你最大的鼓励 所以要培养阅读的习惯 常常听道理 听到好的道理 要记在心中 这一句道理 也许将来成为最大的鼓励 听道理 听道理 要聚精会神 才不会浪费时间生命 生命才有意义 价值 修办到承受天恩 所以要知恩报恩 懂得饮水思源 修道人最大的荣幸 就是逢凶化吉 只要你是真心 诚意的修道者 一心一意只为道场 只为众生付出 相信当你遇困难 定能逢凶化吉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你要相信天命 相信天命 就是相信你自己 相信自己有一股力量 是救人 救世的力量 有这股力量 就要行出来 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使命 那修道就会退步 要把小爱化作大爱 相信会改变这世间 从自己做起 就会感动别人 常常为众生服务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众生会为你祈求 做每一件事情 都存无为的心 不为自己 只为众生名利 登上彼岸 承担这个使命 可以救人 救世 每个人都有一份善念 要秉持着这份善念 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有的人志向大 有人志向小 不管志向大小 希望你照着目标来走 修道久了 要修自己观念 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 修道越久 道理听得越多 就更能够明理 可是现在的人 修道久了 道理听多了 就觉得乏味 觉得修道也是如此而已 来佛堂办道 听道理 洗佛堂 就这样子而已 修久了 觉得不新鲜 这样就要调整心态 本来修道 就是平淡当中 去体悟的 没有什么神奇 季功活佛慈悲 足语 生活是不是过得很丰富 很精彩呀 不像青阳旗 弘阳旗 修行人 天天悟道 天天掺残 是不是很乏味呀 那这辈子 那这辈子看修道人 又学烹饪 又学手艺 又弹琴 又插花 什么都能做 什么都行 生活充满了精彩 比起 比起以往 入深山修行的人 是不是幸福很多啊 所以末法众生修行 上天给予最方便的环境 半圣半凡 带夜修行 千古以来 最好的都被我们占尽了 若没有好好把握 很可惜 人如果带着夜 心不能静 又不能传道 不能悟到 迷人口说 悟着心形 现在 修道要用智慧来修 要听闻佛法 实时导正自己 才不会 误入歧途 所以修道 当你知道 来龙去脉之时 对于古圣先贤的经论 定要细心参闻 那可以让你的道念 道心更坚定 无论遇到何等的难事 道的信念不被左右 如果对大道的来龙去脉 半生不熟 往往你要成全他人 反而被成全了 修道人 对于自己的立足点 是要相当肯定 而且坚定不移 这样才能走完 修道的路程 因为百变的人生 处处有陷阱的诱惑 只要不小心 错误的判断 就会让你越走越远 所以修道要谨慎念头 要常常接近善知识 真理即是常理 最平常的道理 能够把它行出 那就是无上的大法 由浅入身 依每个人的根气来引导 讲经说法无高声 看对众生的需要 你能够契入众生的需要 到心到苗 才能长成 才能长成 对众生的能量 来说 对众生的能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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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